台灣的國民都自動直發 捷運的人流出入戰的那個人數 降到50%而已 這段時間我們雙北地區的感染人數可以維持固定 一個很大的理由是我們市民朋友都自動直發 會調整他的作息 今天中央公布本土的案例是 85,720 台北市占11,414 不過我們把台北跟雙北 如果把它合在一起算 其實在過去一個禮拜 幾乎都在 3萬4上下 有時候高一點有時候低一點 那低一點其實也不是只要低一點 通常是假日的效果 6日 因為這個醫療量能下降一點 會下降 那等到上半日 做的PCR做比較多又上升 所以 如果以台北跟新北 大概最近都3萬4 每天確診案例3萬4 那當然原因很多 我認為是多重因素 第一連 固然PCR量能有影響 還有一個很大理由 我們台灣的國民 都自動直發 這疫情比較嚴重 它就自動 這個活動就下降 因為我監看那個捷運的人流 捷運每天出入站的那個人數 現在已經降到50%了 所以很明顯 這段時間我們雙北地區的這種感染人數可以維持固定 你知道嗎 一個很大理由是 我們市民朋友都自動直發會調整他的作息 所以 所以現在大概如果 那個確診案例還會上升 應該是 中南部 慢慢再累積上來 那雙北大概是 比較平穩 OK OK